为了就是把佛陀的种子布满全世界 不是叫你们这些上师去分地盘的 哪一个堂是我的 今天有些上师呢 这个堂是我的 别的上师不准来哦 那你就是乌龟啃大麦 谁哪一个上师都可以去 同样都是平等 你也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不是在划分界限的 到时候要搞出一个北天王 一个南天王 北天王就是站住北方 南天王就是站住南方 任何一个上师踏入我的地盘 就先拜码头 还有分国的 这个国是属于我的 哪一个上师进来 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吃榴莲 你不带不来我这里吃榴莲 我就发动我这里的地址攻击你 你们是在搞什么 搞这个好像是说以前的这个 这个战国时代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跟一般世俗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其实佛教界也有这种现象 那是属于世俗的佛教 而不是神圣的佛教 真正的神圣的佛教 佛菩萨 广大无量的四五量心 真的是布满整个宇宙的 是同的 文书实力菩萨 虽然是长智慧之门 观世音菩萨是长慈悲之门 其实文书的心跟观音的心是相通的 慈悲跟智慧的心是相通的 智慧到了极点 就是慈悲 慈悲的沿流是智慧 所以真正的行者 你修行到境界很高的时候 你住虚空 像师尊就是住虚空 我从来不讲西雅图雷藏士是师尊的 师尊有哪一个堂是属于师尊的 所有的上师已经各列为各堂的指导上师 那个堂是属于我的 因为我是那个堂的指导上师 别的人要进来的话 就要经过我指导上师的同意 我说奇怪 有这种事吗 指导上师当然你们眼比较深 你上师跟这个堂的眼比较深 可以的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不能 因为你是指导上师就产生了 你是主别人就是其他的 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到你的堂了 不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这个严分有深有浅 当然你去当那个堂的指导上师 你不能说一锁包办就霸占了这个堂 哪一个堂师尊是指导上师 我问大家 哪一个堂师尊是列为他的指导上师的 没有啊 那我根本就不用指导了 我就坐在家里 等着你们吃剩的再给我 事实上唯一的一个 把佛陀的种子洒播到全世界上 度更多的众生 一个宗旨而已 不为什么利益的 有的利益自利利他 你自己利益自己成就佛道 再利益他人去成就佛道 所以很多上师的做法行事 都已经偏向世俗 偏向世俗那一方面 去争取个人的利益 指众生的利益已不顾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修 数量心 就是把你的信量 变得非常的广大 众生都是自己 当众生都是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会去害众生呢 你怎么会去害别人呢 你最多就是去教导别人而已 而不是去害别人 去陷害他 所以现在这个师尊受陷害 就是对方的人 本身不以为师尊是众生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事无量心 所以你懂得 事无量心的 你不会去害人 而是去教导人 而是去教导人 害跟教导是不一样的 教导是出于慈悲洗舍去教导众生 而不是去害众生 这样子你们应该了解了什么是慈悲洗舍 这个都是无量的 所谓无量 就是西空 就是广大无边 一个很宜宙的大星 那么后面一段呢 这个最后这一段呢 他谈到的 就是讲 从现在起 以前所讲的 钱是在修资粮 在这个 细说密教完整的仪轨里面 我们可以讲 前面这一段就叫做钱行 钱行 是在修资粮 叫修资粮田 也就是在修天 以后呢 就进入正行 正行就是开始念诵 咒语 这个就是观想 持咒 就叫做正行 入三谋地 观想持咒 入三谋地 就是正行 那么以前所讲的 就属于钱行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Omāni bēmī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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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āni bēmī ho